华山基金会玉里站从民国102年设站以来陪伴玉里若是长辈进入8年了 累积服务了170位的长者 为了感谢在地的善心义工协助 27号结合花莲县新住民学习中心 在玉里站的乐和部落文化健康站 举办华山玉里建站8周年的感恩茶会 邀请到15位华山老宝贝齐聚一堂 分享多元绘本还有异国美食饗宴 也欢迎到玉里站8周年去 阿玛拿着麦克风唱及部落的阿美族歌姚敖一旁的长者 也跟着拍手打节拍一起来唱 场面欢乐又文心 这是华山基金会办理的玉里建站8周年感恩茶会 邀请玉里宁静的各站的15位长者 来到乐和文化健康站齐聚一堂 更也结合了花莲县新住民学习中心 分享多元绘本以及异国美食饗宴 欢度玉里站8周年请 今天是8周年的建站活动 我们结合了我们乐和的聚会所 然后还有那个花莲的新住民 那我们把玉里的长辈一起带过来 这个乐和部落 一起一起那个欢聚这样子 庆祝我们8周年的活动这样子 长辈们除了在义工带领之下 一起动手动脚舒展身心 健康又乐火更有花莲县新住民的 学习中心的贴心陪伴 华山基金会表示 期盼把更多的爱与关怀散布出去 邀请社会大众又实际行动 支持华山基金会在地服务 记者高双双玉里站采访报道